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會做聖誕綠仔曲奇 材料就有這些 首先要把牛油放軟 但因為天氣太冷,牛油很難軟 所以我在微波爐叮了30秒 然後加入蛋黃攪勻 再加入咖啡粉攪勻 可以一面壓一面攪 再加入砂糖攪勻 攪拌好之後 就可以混合巧克力粉和麵粉 然後再攪拌到麵糊裡攪勻 用切和壓的方法攪拌麵糰 然後用手攪拌麵粉 就可以一面攪一面壓 攪拌好之後,用保鮮紙包好 先冷藏10分鐘 然後打開保鮮紙 用保鮮紙蓋起表面 就可以用麵棍或水樽壓平麵糰 大約3mm厚 然後就可以用圓形的模 或者瓶蓋印出曲奇 可以印小一點的曲奇 但要縮減焗的時間 焗好之後,用刀 小心把曲奇移去架裡攪動 然後就可以準備3個人的牛油紙 捲成一個雪糕筒 捲的時候就可以壓住 3個形的底部 捲好之後就可以把外層的牛油紙摺到雪糕筒裡 然後把內層的牛油紙摺出來 最後就可以用膠紙貼在鍋口位固定 然後就用熱水再用朱古力 再加入去擠袋裡 記得裝一半滿就夠了 然後就把朱古力向下推去袋尖 再扭緊袋口 之後就可以剪小小的洞 開始畫綠仔的圖案了 畫好就可以貼上朱古力豆 記得要買迷你版的朱古力 那你們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和不同表情 那很快我們的聖誕綠仔曲奇就完成了 送給朋友之前就可以用禮物袋包好先 包得漂亮的 就可以送給人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最後在這裡祝大家聖誕快樂 拜拜